父亲死在连环S人犯的头刀之下,七岁女孩忍其昆生15年,等待被帮刑满出狱,开启复仇计划,可凶手天行邪恶狡诈,缺乏经验的她很可能复仇不成,反送人头。 韩国惊悚电影等于上映于2016年,看名字可能许多人会误以为她是纯美爱情片,但实不相瞒,这部剧没有一点心理承受率的话,千万不要轻易去看,因为容易即被发凉。 故事开始,法庭上正在宣判连环S人犯凶手金启范的刑罚,虽然她一共身负其他人命,但因为前六起案件证据不足,所以最终只因为谋害女友,也就是第七起,被判处15年监禁。 听到这个结果,评审席上的受害者家属们,顿时骂声一片,纷纷痛痴判得太清楚,这是一名男子冲了上来,掐住金启范的领子,说等她出狱后,会再次把她送回来,但对方毫不畏惧,甚至还想笑,这有的男子忍不住动手。 看到这一幕,评审席上的受害者家属们再也忍不住了,于是纷纷冲上前,一时间法庭上混乱不堪了。 看到这样过躁的场景,我们幼小的女主角西珠哭着慢慢退了出去,然后蹲在门口听父亲留下的CD,十分可怜,看到这样的她刚刚冲上去的男子忍不住回忆起两年发生的事情。 她叫做大英,是一名警察,我西珠认识是因为她的父亲男人西也是警察,并且是她的班长。 生日前一天晚上,班长回家给年幼的女儿准备晚餐,结果下车时被S人犯惊奇犯暗算,磕伤了脖子。 当她发现自己受伤时,已经为时已晚,所以她艰难地回到家后,只能看女儿最后一眼。 第二天,大英拿着蛋糕前去家里寻找班长时,看到楼梯上的血迹,察觉到不对劲,于是拿着墙慢慢走进去,结果下一秒还是被震惊到,因为班长浑身都是写的躺在女儿怀里。 回忆完那天发生了惨事后,大英轻生火的西珠,想要带她离开,方面一转,十五年转眼间过去,惊奇犯行满出狱,但刚走出监狱大门口没两步,就被人用豆腐砸了头,她觉得十分奇怪,回头查看情况,结果发现是大英。 对方态度十分不好,她有些不爽,可她并没有表现出来,毕竟对方是警察,不过两人最终还是不管而散。